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与手举足异强 与我与心何故随那种 同时在今永远容易战争 与我专心之破坏 万许专专利一条心 恒终全家全都安全 各位占心大德行事同修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天下一家亲的节目是与世间妙法广传 邀请世龙工商各行各业将专业智慧投入了性情 传播天下本一家的和谐理念 广纳关怀与温情 能使家庭、社会、国家在一片祥和之中 达到天下一家亲的真实意 今天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京剧学系系主任万玉民万主任 万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万主任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已经很久了吧 是的 大概多久的时间 民国74年就开始任教一直到现在 是是 我一直很欣赏你们就说你是京剧的老师 因为一定要吊赏要唱得很高 可是你的声音依然这么优雅 气质又这么优雅 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 我想说每一次听到一些悦耳的音乐 然后看一些诗词 这些都会内在外化 然后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身心 然后自然而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就是全身心都投入了 对 太棒太棒了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呢你也曾经教授过很多的课程嘛 虽然是在学校这么久的时间你有教授过哪些课程 我除了自己在学校教我们的传统戏曲的课程 那因为我们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 所以我们是唱念作答都来 所以我也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我们在教舞蹈的课程 因为这个舞蹈就是一个古典舞 那戏曲我们京剧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大量的传统古典舞蹈的元素 所以那我就在那边就是把传统的表演再带到舞蹈里面 所以这样一教就教了27年 哦是是是 哦所以传统舞蹈要带进来戏曲也不简单 是戏曲里面就有包含了里面有彩带舞啦 灵子舞啦 刀枪剑啦 是 这些就是非常多元的包括水秀的舞蹈 那水秀有长有短 在舞动起来你就感觉到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画 是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要从它的心里去调整到它对这些戏曲文化 是或者是是古典舞蹈的文化 它内心就要开始培养才能有这个气息出来 是所以我们在教舞蹈的时候 我们就介绍很多大量的一些历史人物 然后先了解自己的背景 先了解这个人物的一个特色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这些表演 你就会觉得他们能够了解他们自己 这些人物的一个思想 由内而外展现他们的一些感情事件 这样子在表演里面你就会觉得他们真是投入其中 可以展现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表现 是 所以在我们的国立台湾西西学院里面 就说曾经也是全国舞蹈大赛有入围 而且是名成绩还很不错的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戏上就是去了一个是团体表演 就是戏曲的古典舞蹈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特优奖 那特优是非常不容易的 七个评审里面要四个以上 有90分以上才能得到特优 然后我们个人组就是得到第一名 这些就是累积了多年的这些我们的唱念作打的一些实力 所以他们这次在全国舞蹈大赛是教育部举办的这样子 就是鼓励我们的全国的学生除了自己书要念得好 同样的我们的才艺方面也能够掌握 所以文武双全 是太棒了 但是因为你是京剧学系的主任 那像这些京剧呢 大概要多久就开始来培养他的赏子了 基本上我们是小五小六两年 念的是基本功把子功毯子功 两年之后这些基础都扎实了 然后我们在分组 分组我们就有声但尽臭 那在声就是用原来的声音 然后但是用假音 小声也是念的是假音 然后丑跟还有花脸 就是静 然后他们用本嗓 所以在他们开始分组的时候 我们就要老师们就带着他们一大早起来 就在练毯子功五点半起床 五点五十开始上课 在上课之前我们就会带着学生 在我们学校是靠着弧 闭弧 我们就会让他们在那边开始练嗓子 靠着弧吗 就靠着弧 对对对 我们在念嗓子的时候 第一个声音就发一的音 一 就练你的嗓音 练你的气 能够发音多长就尽量多长 都是一而已 没有另外一个是阿的音 把那个声音整个练宽了 练宽了以后你听起来 人家听人的声音就是有唐音 那个唐音就我们称为是一种甜美的声音 那种甜美的声音让来关系的人自然而然 他们就感受到那种声音的优美也带动你看戏的一个重点 没错 没错 一个眼神 对 一个声音 一个一个这个身体的表情 真的不一样 对啊 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刚开始他们分组的时候 手眼伸 法式整合 一个方法 手眼伸 法部 也就是我们举手的时候 我们要伸出去 眼睛看着 然后身体转过去 然后眼神再投出去 然后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很自然的 这个要学很久吧 这个 刚开始 刚开始分组的时候 就要教他们伸段 是 所以它不会很难 就是要先从有浅而伸 让学生有兴趣 有了兴趣 学生在学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自然而然 能够感染到全身 那湾族人 可不可以像淡的啦 跟小生的啦 一个举手头组 刚刚出来的时候 那个表情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是一个淡 淡的角色比较柔和 那小生的就是比较阴挺 指出去 你长得好漂亮 我好喜欢你 这就是小生 对那个感受出来了 不一样 所以你一个人要两个角色 基本上我们是主修是小生 可是有时候我们排团体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淡就一起教 因为它不是主要角色 主要角色就要请青衣花旦主去学 是所以现在我们的京剧学系你说要从小五 小五小六开始 报名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啊 我们是到六月 我们现在从四月份就开始报名 报名到六月中截止 那我也非常欢迎各位对戏曲表演艺术 有兴趣的同学来一起加入我们的艺术行列 是 那我们知道今天呢 我们的万主任有带了两位学生来 对 表演的小放牛 我们近距学系的学生都很可爱 也很年轻哦 好 来 星子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佩文 大家好 我叫陈长玉 是 佩文你是几年级的学生了 大学一年级 大学一年级 什么时候进来就读 从小五 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一开始到现在 然后迈入第九年了 是你自己想来 还是你的父母亲要你来 其实是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有个阿姨 她是读音乐系的 然后对 然后我从幼稚园的时候就学舞蹈 所以就是算是一技之长吧 然后就想说试试看 这样子 培养兴趣 进来会不会很辛苦啊 因为小五有的时候还在猫猫的怀抱里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会想家 那之后其实跟着大家一起 同学很多 那久了之后就会习惯这个环境 所以其实说苦也不苦 因为如果是开心的话 那其实是很快乐的 是 是 那长玉呢 我妈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进入京剧学系的 是 那你是表演什么 那就是我的行当是轻衣花旦 就是蛋脚这样 蛋脚 对 轻衣花旦也不是小丑的表演 不是 就是一般小姐啊 或是娘娘啊这种角色这样 是啊 哎呀不简单不简单了 不过今天我听说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想知道一下今天这个妆是配文自己画吗 对 你是从几年级开始开始学化妆吗 从国二的时候 国二的时候上容妆课 然后自己开始慢慢练习 先从那个本质上面开始自己画 然后再尝试从脸部开始 是 是 所以我看你今天的妆画得很好 非常好 很精致啊 那听说这个法片 什么叫做法片 这个法片的重要性 你看他今天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扮 那个长玉你告诉我们 就是每个京剧的蛋脚演员呢 在上台以前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步骤 就是叫做我们叫做包头 那就是会帮用这个叫做法片片子 然后我们会沾榆树皮的树的汁液 那它就会产生粘性 然后来贴在演员的脸上 这样可以修饰它的脸型 那像是它今天是比较俏皮活泼的小春菇 我们就可能会加个小刘海 来显示它俏皮的部分这样子 那如果是小姐的部分呢 我们可能就会省略掉小刘海 或是用其他像点萃啊 或是用水钻的头面来 称托它的桂气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就是特地帮我们这 小放牛的春菇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 这样花很多时间吗 平均我们如果这样包一颗头的话 大概要半个小时 是 所以你说你是大学才进来的 那选择这个科系 目前学习到这样子有什么样心得 我觉得说 就是不管是外面的大学 或是我们学校都是一样 大学就是一个自主性学习 要很强的一个上课的方式 所以我在进去学习 我不仅学习到 我本身行当轻衣花旦这些角色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 就是这个绒装的部分 所以我就会自己 就是可能偷偷看啊 或是老师在做的时候 我就多注意一点 那就把它学起来 是 对 就是其实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 没错 我们想说 有些是识读书啊 一直想一直读啊 背啊 到最后 一季这场完全都没有 你看看我们的场域啊 它可以这样子 这种是创意 我相信啊 你想会在我们的经济学系里 以后你有什么样的发展 有想过吗 嗯 我觉得因为一般就是比较传统的老师 会比较不愿意教授这样的一个技术 因为毕竟学的人少 他们觉得说 这是我自己的记忆 我要自己保存 那我觉得说如果以后我可以的话 我也很愿意就是多推广这方面的 金句的容装啊 包头这部分 甚至可以教学这样 是 太好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现在有他的影片啊 这连续剧啊 这是什么武则天啊 哎呀 这个做得太漂亮了 这我想以后呢 我们场域呢 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能力哦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一方面做发展 不过我们知道呢 这今天表演有小放牛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哎 调皮的小男生也一起找进来哦 我们知道今天的表演呢 就是小放牛嘛 来的位木头 木头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黄嘉诚 目前就读国立台湾戏曲学院金句学系大三的学生 哦 是 那嘉诚你大学进来吗还是高中 嗯 国中就就读这个学校 哦 是是是 今天这个装饰你自己画 嗯 对自己 太厉害了哦 那你学金句会不会很辛苦 嗯 习惯吧 我觉得要养成一种习惯 毕竟学这个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 以后有没有享受去哪里发展啊 以后嗯 就成为一个演员 是是 我相信哦 因为像我们的佩文长得这么精致 然后你又这么帅气哦 虽然说脸上涂装 但我是觉得很帅哦 所以学校的招生 那时候是你自动主动想要来报名吗 嗯 对 就是就是拜托 就是老师有这个机会 然后就主动报名 是是是 嗯 所以也是很难得哦 那因为学校目前正值招生嘛 我想来 来佩文 你邀请一下大家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进去学系 嗯 我觉得其实在舞台上表演 对每个人来讲 对于想从事艺术这方面的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如果你想要多多站上舞台历练自己 不管是从实物方面 还是从理论方面 我们学校都有在教学 所以其实想学京剧的话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科系 对 然后因为也包含很多 像是舞蹈啊 美术等等 其实种类很广泛 是个综合艺术 所以我觉得 欢迎大家来我们学校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样美美的 是 来 教程 欢迎大家来就读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老师都很热情 然后学习小放牛的时候 这出戏其实就是科里很多老师都会 学养姐 学弟妹都会互相帮忙 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一个科系 所以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加入我们的行列 是 所以现在开始就可以报名了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请大家 来欣赏我们的嘉诚跟配文的小放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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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